花蓮縣警局交通隊在秀林鄉台九縣 147公里北上路段轉彎處設置了測速取締 停在一旁的警車突然被一輛失控轎車給衝撞 所幸員警沒有受傷 而駕駛和乘客也就輕傷 而駕駛頻頻道歉說他睡著了 目前警方也領向駕駛求償維修警車的費用 原警拿著腳架突然一聲轟雷巨響 被嚇了好大也跳上前一看 才發現原來是台小客車撞得過來 這起事件就發生在9號下午 將近4點 花蓮和平台九縣147.9公里北上路段 一名成型駕駛載著女友經過這處彎道 原警車停在路邊轉角 一人下車設置機器 另一人在路邊查看狀況 成型駕駛卻另外睡著了 讓車從內車車道一路往右偏移 甚至原警擦身而過 隨後擦中警車衝撞花圃才停了下來 仔細看拿腳架的原警 要不是剛好在5秒鐘前退到警車後方 後果完全是不敢想上 救護車抵達時現場滿是零件碎片 成型駕駛的女友也痛的坐在地上 警求毀損相當嚴重 駕駛座車門板明顯變形 左前輪也爆胎狀況慘不忍睹 初步研判為駕駛未注意車前狀況及疲勞駕駛所致 至其他造勢因素尚待警方釐清中 至於疲勞駕駛讓兩名員 僅僅只是跟死神擦身而過 死神交取事故 最後就造成駕駛和乘客擦錯傷 沒有釀成不可挽回的悲劇 究竟下午宴許例情花臉曾報道